拜登接受ABC的訪談的時候 問及了臺灣的議題的時候 他正面回應他說臺灣跟阿富汗不同 那如果遭到攻擊美國 將這一個有所反應 那同一時間 中東的局勢也牽動著西太平洋的局勢 這一次塔利班真的撿到槍 而且撿到很多美軍留下來的武器 到底是塔利班撿到槍 還是中國撿到槍 還是美國撿到槍 還是臺灣撿到槍 塔利班撿到槍是一個 比較單純的戰術上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最後談 我覺得跟臺灣切身關係的是 到底美中臺誰撿到槍 那這個動作 我覺得基本上 美國的拜登總統對外公開 對臺灣把臺灣併列 跟日本 韓國 甚至北約一樣的一個盟國的保證 那這當然是前所未見 那很多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就是戰略模糊 走向戰略清晰 那是不是模糊走向清晰 我覺得要等接下來 美國對臺的動作 才能夠獲得驗證 但是現在看起來 就基本上來說 華府智庫也有人出來喊話 有臺的這個學者也都認為說 好像把臺灣放在跟日本南韓 甚至這一個北約盟國一起比 似乎好像不恰當 因為這一個美國跟日韓 跟北約之間 都有相關的共同防御協定 甚至有駐軍這樣的動作 不過我認為說 這樣子的一個解讀 我覺得不代表未來 美國不能朝這方向走 特別是今天拜登既然已經把臺灣跟南韓日本北約並列 那也就要意味說 是不是要把臺灣提升到跟這些盟國一樣相同的一個軍事合作的一個待遇 進一步要不要駐軍這可以討論 但是如果你能夠提升到這個等級 當然臺灣就跟日韓北約是相同可以並列在一起 那拜登這次的說法 當然我也同意 看起來是被逼出來的 那這逼出來到底是講官話 還是說心裡本來有這樣的打算 那現在被迫提早把它公開 這都可以朝這方向解讀 那所以我認為說 不管如何戰略是清晰還是模糊 拜登既然言以出口 就是一個保證 未來盟國就會從這個標準來檢視 你下一場是不是會跟這次一樣 阿富汗突然撤軍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對臺灣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利多消息 當然我們強調臺灣的安全 自己要自己防護 但是如果有這個友邦要來協助你 當然對你來講是有加分的效果 那這是第一個 那講回來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幾天 共機還是持續在騷擾臺灣 其實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中國是不是撿到槍 我就從這個地方來檢測 共機先前騷擾騷擾 讓臺灣已經夠反感 但是在這個敏感時刻 你還是持續派共機來騷擾 其實坦白講 我反而不太擔心 為什麼表示北京對臺政策 非常的僵化 完全沒有彈性 我擔心的本來是他這 藉這個時候放軟身段來拉攏臺灣 但是你這時候用強硬的手段 來逼迫臺灣 當然臺灣沒有別的選擇 你等於是把臺灣往美國這邊推 那讓美國跟臺灣之間當然是更靠近 那政治上的僵化更不要講 如果你今天政治決策上面是習近平一人說了算 那軍隊在戰場上面絕對也缺乏應變能力 所以先前美國國防部為什麼有公開聲明稿 敢大聲的講說解放軍絕對不是美軍的對手 中間就談到這種軍事命令之間戰場上面的一個應變能力 解放軍如此的僵化如何在台海戰場上面應變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來看這個民主國家 包括美國包括臺灣 這個雖然有民主他的缺點 容易被滲透 容易這個內部可能不同意見 人多口雜 但是他的優點是具備彈性 你看這一次美軍從阿富汗 這個撤軍的事情 鬧得非非揚揚 拜登被國內這個痛批 但是這個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因為這樣做出正確的修正跟調整 那包含像對盟國之間的承諾 那像臺灣這一次基本上來講是意外的獲益 那就是說因為這樣的一個國際情勢的轉變 也逼迫拜登政府必須要更明確表態 那對臺灣的一個安全承諾未來能夠落實 那相較於你看回過頭去 你再去看北京習近平一人說了算 一人決策 如果他今天一個人的決策錯了 就是全中國錯 所以相較之下 民主跟專制之間 未來的一個抗衡跟對抗 其實從這一次 我可以這個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阿富汗撤軍這個事情 到底是塔利班撿到槍 還是中國撿到槍 美國撿到槍 還是最後臺灣撿到槍